我们看看指数表现 今次行指开市价很厉害 高开138点后就不断冲 高位暂时看到28521点 但一算由高位就不见了100点 是否高处不升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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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吃糊是正常的度佳节 吃月饼之后就先吃了糊 但吃了糊之后会否再追回呢 如果再上的时候很难说 我今早经常说 你现在开始看着有没有机会做糊 就是看他有没有癫狂 现在没有 没有那你当然不要做 还有你看到现在行指的升幅 到这一刻大家会否想多些 畢竟也接近大时代的顶 今早早那一刻其实很近 大时代的顶就是28588点 这是否真的心理关系是一个位置 还是不是一个位置 即是有机会再冲穿到呢 今早我们有嘉宾英皇正圈的 陈锦彬的Stanley 和我们先分析的港股 动力未必是这么强 所以市房在这些位置交着也是合理的 有一个说法说当时也有很多蟹货 现在这里来入都是叫去回这里 即是算你吃也好 也有获利 所以沽压大一点 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可以 因为始终当时看到市房跌得比较急 蟹货的区域里面也会比较多 去到这些位置也是 逐步逐步有些人就沽出来 保守一点 当然如果很有信心继续看市场的 那些就不会沽了 那些就会一路持续等市房逆转 所以变成去到这些位置 也不见到很强劲的沽售 这里反映到市底是不差的 但是市场越升得高的市场 无论美股或者港股也好 就多一份忧虑 看一些指标 今早我们就有看美股的减少 买向24年的低位 另一边相亦都投意到 在债市都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是沽空美债的比率 也是去到超过10年来的高位 即现在市场看淡美债 是吧 看重的价值会继续上 但是会不会去到 两边其实都是 你看风险资产或者避险资产 都是去到一个历史的高位低位 会不会有一个逆转 当债息去到定位水平 吸引资金流入去 又或者当有风险资产 它要重新定价 大家看看你的企业盈利 或者你的派息 是否可以同步增长 有吸引力 现在未到那个时候 是吗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在标准盡头 是吗 会是有一个市场的预期 就是 譬如债息来说 走势上今年来说 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现在来说 10月份开始缩表 开始缩表 年底亦开始加息 很多人都开始觉得 说债价也是比较偏高 这方面积聚了一些 股空的活动 加强也是合理的 至于你说 VIX一直创二十四年的低位 这里也看到 过去这大半年 或者甚至一年 多一点的时间 看到VIX恐慌指数 不断向下沉底 不见到有很强劲的反弹 这里也看到市场 似乎都比较淡定 而且也可以说有点自满 就是觉得目前来说 经济的情况 是很理想的 所谓有高跌落的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金法女郎的一个经济 就是说盈利 通胀和利率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合适的水平 这个正正就是利好股市的一个表现 整个金融环境都是不错 所以变成即使我同意的 即是沽空活动又增加 VIX又这么低 其实也会有机会逆转 但是这个逆转 就要有一个趋化因素去出现 是令到逆转 暂时来说我们看到不同的因素 无论地缘政治 或者是联储局利率正常化 似乎都没有令到市场波动 暂时来说未看到有什么很即时的因素 或者很近的因素 是会令到逆转 我简单解读Stanley说的意思 意思是说债价现在是高 在退、在缩表、在加息 但是市场人士相信债价一定跌 一个U1一定升 所以它就沽空最强 为什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沽空 就是债价那方面 我们只是说债 就是因为耶伦 虽然说我不明白通胀 为什么这么低 但是他相信通胀一定会来 过去九个月至一年来说 经济学家大家说 那个Philip Curve 就是你的Model Fact的Model 是不是要改变呢 但是市场人士就相信 你的通胀是迟早来的 你4.4%的失业率 各方面你的预风那些影响 是短暂的 如果等于新债王也说过 如果你的腰子站在根本 它说2.6厘 10年期各负债券 股市就危险地 旧债王 Bill Curve 就说如果3厘 你就已经是金融有危机了 现在2厘3厘 就在这个最缩表加息 但2厘4厘以下来说 反映通胀很低 所以持债券仍然有利可途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引起很多人沽空债券 是不是这样子呢 Stanley 我解读 我对于你的解读 Stanley 我自己说 整体上就是市场不担心这个问题 其实 债市就是我希望你腰上去 债价跌我就赢钱 但股市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对了解读完了 Stanley 但接下来10月的方向是怎样的 暂时我们现在的指数仍在升 但比起开市早短 冲了一下 现在都在回 10月的股市会是继续持续升的势 因为我们整个9月或者8月中 开始都休息了两个月 有没有力量再冲上去呢 下星期我们本地欣赏一些 施政报告 真是开始缩表了 英联银行议食 还有一些经济数据 新联储局主席出来了 这些会否左右到的事呢 Stanley 我想这些事件当然会左右到的事 正如在第三季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事件影响着的事 但是整体上它都是一个继续向上的格局 我自己觉得基金的部署 正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目前的经济环境利率环境 通胀环境都是一个相当理想的时间 所以他们仍然都会部署在风险资产 和股市身上 所以他们的策略都是反复趁低吸纳为主 所以刚刚第四季开局的时候 我们也见到多多一点 除了一些投机因素 或者一些资金操作之外 其实也开始有些资金入场 看好一些中资金融股 这些比较大只可以推动指数的股份 所以这个趋势仍然持续无变 昨天就会有上千一只股份上升 非常令好 最主要就是这些金融股是大动 成交过千亿 今早早暂时也有600只股份上升 400只下跌 今个星期主角应该有些旅游股 零售股 如果你看看这些数字 头两天 访港旅客 其实大升到三成有42万人 每天的旅客 访港旅客的团 有超过200个 大增 但8月份 我们的零售数据 昨天收市就出 比预期差 但是看回现在最新的数据 有没有得憧憬 昨天好像漏了这些股份 差距没移 香港是这样的 澳门是一样的 即是首两天 黄金周的仿澳旅客 也有24万人 有多 按年都升4.5% 单计第二天 就可以大升到一成 大家都预计 亦是憧憬 这段时间的博彩收益 都是好的 如果香港的零售股有利 还是香港零售股有利 澳门的博彩 或者这些赌股的表现会更好 如果看板块来说 当然是博彩股市场的活跃度 和投资者参与度 都是比较强的 博彩收入持续 都是在改善 相信资金流入这个板块的情况 是会持续 加上其实 无论管理层 和一些数据 和无论贵品厅 和中场那方面的表现 都是看到有一个改善的情况 这个趋势仍然在持续 所以博彩股仍然可以提高一线 至于本地的零售股来说 其实它们今年以来 都是升了不少 即使去到最近 其实数据才反映了改善 所以股价上 应该走前了不少 所以接下来 都是要看再公布出来的数据的情况 以及他们实际上 受惠在自由行多了 或者内地人来多了香港这方面的情况 在业绩上是怎样反映 好 今早早大家都看到指数冲上去 就滚水六脚就获利 恒之现在最新的升幅又再收集 在28400点之下 升不够200点 国企指数也有升幅收集 今早早就麻烦了 陈锦兴 是Stanley和我们分析的市况 和你谈到这里了 从而去的计划 之后